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树蛙正在翻阅百科全书 书中写道 在好几千年前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观察植物后 他认为植物生长在土壤中 那么所有的营养应该都来自土中 相信看过先前课程的你 听到这个说法 一定会和小树蛙一样 摇摇头 认为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 不过植物从土壤获得所有养分 这样的概念 却升值在当时人们的心中 直到17世纪 一位比利时科学家 范·海尔蒙特发现 柳树经过多年生长 重量与高度都增加许多 照理来说 土壤也会越来越少 重量越来越轻 但他却发现 土壤减少的重量 远远小于柳树增加的重量 那么这些增加的重量从何而来呢 看来土壤不是植物获得养分的主要方式 于是越来越多科学家投入研究 最终才发现植物会进行光合作用 将水分 二氧化碳 转换成葡萄糖 提供植物生长所需 看到这里小树蛙才知道 原来这些光合作用的知识是历经好几百年 以及无数科学家的努力所得到的结果 他觉得科学家们真是太厉害了 于是小树蛙也想动手做实验 来验证光合作用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小树蛙在院子里挑了一株植物 在叶片中间贴上黑色胶带 请你想想看 小树蛙设计的实验 能够探讨光合作用的哪一样必要条件呢 请问小树蛙在叶片贴上黑色胶带 是为了探讨光合作用的哪一样必要条件呢 A 光合作用需要阳光 B 光合作用需要二氧化碳 C 光合作用需要水 正确答案是A 小树蛙在叶片贴上黑色胶带 是为了遮住阳光 让叶片有局部无法照光 藉由这个实验 可以知道有无光照 是否会影响光合作用 经过了一周 小树蛙兴高采烈地摘下一周前贴上胶带的叶片 因为光合作用会产生葡萄糖 葡萄糖会进一步转换成淀粉储存 因此小树蛙猜想 嗯 贴上胶带的部分无法行光合作用 不会产生淀粉 那么将叶片滴上点叶 应该可以观察到不同的变化 没想到小树蛙滴上点叶 却没有观察到明显变化 难道实验出了什么问题吗 请你想想看 为什么小树蛙滴上点叶 却没有观察到叶片有明显的颜色变化呢 看到小树蛙一脸苦恼的样子 李李马上伸出援手 原来啊 叶片上面有角质层 点叶不容易进入叶片中 李李将叶子放进沸腾的水中加热 软化角质层 接着再将软化后的叶片 放入酒精中隔水加热 这么做可以融出叶子里的色素 将叶子漂白 接下来将叶片从酒精中取出 放入热水中漂洗 启取多余的酒精和残余的叶绿素 滴上点叶后 就能清楚地观察到点叶的颜色变化哦 软化角质层并将叶片漂白后 小树蛙再次滴上点叶 请你想想看 依照小树蛙的假设 叶片滴上点叶后会有什么变化呢 依照小树蛙的假设 叶片滴上点叶后会有什么变化呢 A 被黑色胶带遮住的部分 点叶由黄褐色变成蓝黑色 B 被黑色胶带遮住的部分 点叶不会变色 正确答案为B 点叶可以用来检测 是否含有淀粉 碰到淀粉的时候会变色 那贴上黑色胶带的部分 因为胶带不透光 无法进行光合作用 因此不会产生葡萄糖 也就不会储存淀粉啦 所以滴上点叶的时候不会变色 至于没有被贴纸遮住的部分 能顺利进行光合作用产生葡萄糖 并转换为淀粉储存 滴上点叶时会变色 由这个实验结果我们就能知道 植物需要光照才能进行光合作用喔 请问以下叙述何者错误 是C 到了课程尾声 给你一个小问题让你想一想喔 麦麦觉得这个实验非常有趣 也想进行这个实验 她一样将叶片的局部 贴上不透光胶带 但是心急的她 隔了半天就摘下叶片进行检测 没想到滴上点叶以后 整个叶片都变色了 你认为为什么会这样呢 欢迎你找寻答案 留言在下方给我们 那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